小朋友们,你们好 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 这次要讲的成语故事叫做《入目三分》 我国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 是东晋时会计人 曾被封为右军将军 人称王右军 他写的蓝亭集序,流传至今 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 传说他七岁时已经写得一笔好字 他对于练字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十二岁时,他得到父亲密藏的一本讲述书法的书 从此更是勤奋攻读,日夜苦练 天长地久,他家门口的一池清水 因为喜涮笔艳,而逐渐变成了一池黑水 他长大以后,努力向前辈著名书法家学习 国采重长,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有一次,他把字写在木板上 请雕刻师傅照着样子把字刻下来 啊,王羲之的字迹,金融木板足有三分深啊 成语入木三分,形容书法用笔,功力非常深厚 现在经常用来比喻,间接议论,非常深刻有力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小朋友们,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